你到底是行不行啊 看着脑子脑子就挪了 哈哈 敲寡赴门刨绝虎坟 偷鸡摸狗惹是生非 凡是能想到的坏事的全干过 把一个民风淳朴的小镇折腾的是狼哭鬼叫鸡肥骨跳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国产的故事片《沙生》 故事发生在四十年代初 我国西南地区一个群山环抱的村子 由于这里的老百姓寿命长 在清朝时期就被皇帝赐名为长寿镇 祖爷爷已经将近120岁高龄了 为了打破长寿镇的记录 镇长蛮横的拦住了想要嫁喝西游的祖爷爷 前往西方极乐世界的去路 非要老爷子撑到120岁不可 完全不顾及祖爷爷生不如死的感受 牛洁石是长寿镇出了名的泼皮无赖骨闹肉 村民们人见人爬 可又拿他没什么办法 而且这家伙的命比太和金还硬 村民们曾联手把牛洁石装进麻袋扔到了山下 可这家伙非但没死 而且身上连一点伤都没有 最近听说长寿镇出了一种怪病 而且还死了人 卫生院的院长派手下的任医生前往长寿镇查看情况 任医生顺着山路前往长寿镇 在山上他遇到了奄奄一息的牛洁石 为了查出其中的原因 任医生把牛洁石背回了长寿镇 牛洁石很快就挂掉了 任医生查了半天也没能查出死因 镇长得知此事之后 带着村民来到了镇上的破庙 说牛洁石得了瘟疫 让医生赶快把牛洁石弄走 任医生把牛洁石的尸体重新背回到山上 并且做了尸体解剖 但依然没能查出死因 为了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任医生返回长寿镇 在熊孩子狗蛋的嘴里 听说了牛洁石死之前发生的事情 牛洁石调戏完刚洗了澡的马寡妇之后 来到了奄奄一息的祖爷爷面前 祖爷爷喝了一辈子酒 已经产生酒精依赖 为了让祖爷爷能快快乐乐的上路 牛洁石把酒灌到了祖爷爷的嘴里 喝完酒的祖爷爷心愿已了 幸福的闭上了双眼 这件事可把镇长给气坏了 他不择一切手段 千方百计的想让祖爷爷活到120岁 打破长寿镇的记录 没想到被牛洁石给坏了好事 那他能答应吗 马上命村民们围追堵截牛洁石 可牛洁石就是一块 争不熟煮不烂的滚刀肉 尽管村民们老少爷们其上任 依然没能拿牛洁石怎么的 为了彻底把牛洁石赶出长寿镇 镇长召集自己的几个心腹 开了一碰头会 总结了历年来跟牛洁石斗师斗勇的过程 铁匠虽然人狠话不多 也痛哭过调戏梁家妇女的牛洁石 但牛洁石的抗其大能力 和没皮没脸的精神 也让他实在是没招 肉铺老板为了不让牛洁石再设账 竟然连性都给改了 可道高一齿磨高一丈 牛洁石的做法 把肉铺老板逼得差点精神崩溃了 甚须的游七将和老婆抱牙姐 只要一有想法 牛洁石一定会去观战 而且还说风凉话 把夫妻俩气得是干着急没办法 游七将虽然会点三脚猫的功夫 可胆子太小 完全不是魂不灵的牛洁石的对手 长寿镇是一个落后愚昧的小镇 很多毫无人性的陋西 自古以来一直沿用至今 祖爷爷下葬的时候 为了防止马寡夫在镇子里招猫逗狗 镇长决定让不会说话的马寡夫 给祖爷爷陪葬 马寡夫在镇子里无依无靠 也只能任人宰割了 但牛洁石看不下去了 全镇的人只有他下坠 把马寡夫救了上来 眼睁睁看着牛洁石把马寡夫扛走 这帮人是敢怒而不敢言的 虽然牛洁石把镇子祸害得不轻 但他就像一股反对封剑陋袭的狂蜂 不断的席卷着这个愚昧落后的小镇 马寡夫虽然守寡多年 但按镇子里的规矩 寡夫是不能再嫁的 一个营养不良 常年贫血孤苦伶仃的女人 在牛洁石的帮助下获得了新生 当然牛洁石也不是圣人 很快就和马寡夫发生了不可描述之事 为这个寂寞无助的女人带来了第二春 以豹牙界为首的一伙封剑余孽 对马寡夫进行了毫无人性的批判 为了彻底了断牛洁石的邪念 鲍牙界决定给牛洁石来个物理严格 他们准备好给牲口用的麻醉药 趁牛洁石不注意就下了毒手了 但他们低估了牛洁石的身体素质 就在鲍牙界准备动手的时候 牛洁石凭借洪荒之力把这帮女人给击退了 在长寿镇取生水的这天 牛洁石跳到井里洗了个澡 这下彻底把全镇老百姓给激怒了 他们联手活住了牛洁石 并将其装进了麻袋 一路上他们不断的痛恶着牛洁石 发现着他们多年来积压已久的怨气 最后残忍的把牛洁石扔到了山下 这种行为跟杀人无异 但牛洁石根本不是凡人 他是立志要摧毁封建旧恶势力的滚滚洪流 他回到镇子里 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惩治这帮杀人凶手 但他的所有行为只限于恶作局势的报复 从没有想过要伤害任何一个人 这跟内心阴暗残忍暴虐的镇民是有本质区别的 眼瞅着牛洁石越来越嚣张 肉铺老板想出了一条毒气 他在腊肉里注入毒药 打算给牛洁石来个一了百了 捡了一条命的牛洁石 开始了更加肆无忌惮的恶作剧 他带着孩子们再次投看了 油漆匠和报牙姐的夫妻生活 然后又把给牲口用的催情粉 倒进了镇子里的饮用水中 一夜之间 整个镇子淳朴的民风化为乌有 受害者一个个掩面而起 恨自己禽兽不如 镇长和镇上的元老 经过商议 把在外地工作的牛医生请了回来 他们请牛医生回来的目的 无非是希望牛医生 把牛洁石给干掉 但杀人毕竟是犯法的 如何能杀了牛洁石 又不吃官司 是摆在全镇老百姓面前的一道难题 牛医生毕竟是知识分子 肚子里的坏主意就是多 他联合所有的镇民 决定给牛洁石来一个 钝刀子杀人 具体的操作方法 就是每一个见到牛洁石的人 都要表现出牛洁石要死掉 这种心理暗示的手段 首先从精神上摧毁了牛洁石的意志 让他认为自己的确是得了不知之声 俗话说三人成活 如果一两个人说自己有病 牛洁石也不会在乎 但镇子里所有人都说他有病 牛洁石不得不重视起来了 在经过肉铺的时候 肉铺老板把那块注射了 毒药的腊肉递给了牛洁石 但牛洁石命大 自己选了一块腊肉 算是暂时躲过了一劫 那么牛医生为什么帮助 这民们杀牛洁石呢 这事还得从他小时候说起 当年他和牛洁石都是十几岁的小孩 那时候的牛洁石经常到牛医生家里偷东西 为了防止牛洁石再来偷东西 牛医生把墙上的大控小眼睛全给堵上了 这一堵可不得了 由于二氧化碳排不出去 他爷爷奶奶全都窒息而死 虽然这件事跟牛洁石没什么关系 但牛医生却认为 是牛洁石间接杀死了自己的爷爷奶奶 如果牛洁石不来偷东西 他也不会堵墙上的大控小眼睛 他爷爷奶奶也不会死 取得了初步成效之后 牛医生又开始进行第二步了 趁着村民结婚的机会 大家伙把牛洁石叫了管 牛洁石给新人送上了一份厚礼 大家都奇怪 这家伙哪来的这么多钱 这时候牛洁石说出了事情 原来他把新郎家的祖坟给刨了 把里面值钱的陪葬品全给挖了出来 按牛洁石的话来说 此人要这玩意儿没有任何的意义 还不如留给活着的人改身生活 听了牛洁石的讲述 婚礼现场马上就炸了锅了 镇长为了防止音小事大 破坏了既定的计划 扯着嗓子大吼了一声 下面的人马上就干净了 接下来镇长开始行动了 他利用诸葛湖一边是水 一边是酒的印照 让村民们轮番向牛洁石敬酒 牛洁石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有受过这么高规格的待遇 他非常的激动 认为村民们还是善良的 对他还是保荣的 因此甩开塞王子就喝了起来 虽然牛洁石酒量很大 但他喝的是酒 人家喝的可都是水啊 因此没多到功夫 牛洁石就醉得不省人事了 整个阵子只有肉破老板的儿子狗蛋 跟牛洁石说了实话 但此时的牛洁石 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根本没把狗蛋化当回事 狗蛋也因为瞎说实话 被他老爸锁在了家里 本来肉破老板 想送给牛医生一块腊肉 犒劳犒劳犒劳这个主谋 但牛医生偏偏选了 那块产有毒药的 这可能就是老话说的 苍天有眼恶有恶包 马寡妇怀孕了 是牛洁石的孩子 这件事很快就在镇子传开了 马寡妇虽然不会说话 但他心里比谁都清楚 这个镇子里的人 是不会放过牛洁石的 接下来牛医生 又开始了第三步的计划 他知道牛洁石还聪热闹 于是便让一些轻壮的小伙子 故意在牛洁石家门口 进行接春雨的一事 初春寒意逼人的 光着膀子的牛洁石 在雨中张牙舞爪后 不久便病倒了 一帮人围在牛洁石的病榻前 竟说些不吉利的话 牛医生利用自己的仪器 给牛洁石拍了张片子 谎称牛洁石得了癌症 已经师无多了 牛洁石再无赖泼皮 再滚刀肉魂不裂 也架不住全阵子的人爱害他 任医生虽然通过调查 发现了牛医生的阴谋 但没有真凭实据 他也是无可奈何 他找到了已经逃离 长寿镇的马寡妇 此时牛洁石的孩子 已经好几个月大 马寡妇给任医生 写下了牛洁石被害的过程 任医生找到镇长 此时的镇长 由于在接春雨的时候 受了风寒 已经99岁的他终于病倒了 眼瞅着叫燕气 他说出了加害牛洁石的过程 愿意一人坐视一人当 不要牵连其他的镇民 原来马寡妇 早就看出来镇民的阴谋了 尤其是一直基于 他每次的铁匠 他担心铁匠会加害牛洁石 因此希望牛洁石赶快离开镇子 但牛洁石牵挂自己的孩子 一直不肯走 牛医生在得知镇民们 想保重牛洁石的孩子之后 大发雷霆了 他认为斩草一定要出根 不然等孩子长大 镇子里的人有一个算一个 谁都跑不了 但镇长却认为 冤有头占有主 收拾牛洁石可以 但孩子是无辜的 当牛洁石得知镇民 要加害自己的儿子 当时就不敢了 拎着大砍刀 开始到处的打杂 在这个过程中 他无意中找到了自己的片子 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得什么癌症 马寡夫心里非常的清楚 他肚子里的孩子和牛洁石 只能保一个 为了保住牛洁石 马寡夫决定喝下多胎的药 但是被牛洁石及时制止了 此时牛洁石也意识到 如果他不死 他的孩子肯定是保不住 为了延续老牛家的香火 他向全镇的老百姓道了歉 把过去抢人家的东西 也吸入奉还了 他没有别的请求 只希望老百姓们 能放过马寡夫和自己的孩子 他真诚的道歉 令许多人唏嘘不已 虽然牛洁石把镇子祸害的不轻 但并没有做过什么 伤天害理的事情 而且他很多行为的初衷 都是好意 都是为了打破愚蠢的救习俗 只不过他就像一股 无法合污的清流 解放的思想 无法被这个落后年代的 愚昧人们所接受罢了 所有的后事交代完之后 牛洁石拉着棺材上了山了 静静的等待着死神的到来 牛洁石最终败给了 那个封建落后的年代 他的抗争虽然是暴风骤雨似的 但只可惜生不风时 牛洁石上山之后 牛医生的死气也到了 他因为吃了有毒的腊肉 很快就挂掉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说唐诗压经 封建思想太愚昧 会让社会往后退 打破落后旧观念 幸福属于新一位